欣赏动漫魅力聊过你的心弦 大家好 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女生在约会的时候都喜欢在镜子面前一番长时间的打扮 装扮完美之后才能离开 你有过丽丝的经验吗 小花是一个窈窕淑女 一天她正在商场里面照着镜子 正当她美美的整理帽子的时候 发现约会的时间快要到了 于是她匆忙的摘下了帽子 一路狂奔着回了家 到家之后她就开始脱衣服洗澡 洗完扫之后换上了性感的礼服 一想起今晚的烛光晚餐 她的心里就乐开了花 接下来化了一个漂亮的妆之后 就可以安心的等着男友来接自己了 她开始思绪到底要化一个什么样的妆容 才能够衬托今晚美丽的自己呢 于是她翻着桌上的时尚杂志 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 终于找到了一款适合自己妾致的妆容 紧接着就开始涂口红 她要用醉燕的颜色 来俘获男友的心 但是一不小心手抖了一下 口红竟然化出去了 无奈的她只好拿起了纸巾 将口红擦掉 接着她又重新上色 可是这时竟然都化到了脸上 这时她又去拿纸巾 准备将口红擦掉 不料却遭到镜子里的自己 一阵的嘲笑 她迅速的擦掉脸上的口红 顺便给镜子 用口红化了一个胡子妆 也开始大声的嘲笑着她 正当她高兴的时候 镜子里的自己竟然伸出手来拿纸巾 还把镜子里的口红给擦掉了 接着还撕烂了她最爱的书 可是小花也不是吃素的 于是两个人便开始打了起来 只见她愤怒的 转动着镜子的时候 却被镜子里的自己拽下了一缕头发 小花一看肺都已经气炸了 她举起一把椅子 就将镜子砸了一个稀巴烂 可是不料随在地上的镜子 出现了很多个自己嘲笑着她 接着小花又和他们扭打在了一起 正当他们打得惊心动魄的时候 听到锁转动的声音 男友走了进来 指了指手表 小花刚想解释 却不料男友一脸嫌弃的走开了 小花恶狠狠的望着镜子 故事到了这里也就结束了 女生爱美本来没有错 可是如果没有了时间观念 就会错过令你心动的男生 可是反观难受 女生为了和你约会 把自己收拾得很漂亮 说明你在她心中的重要性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